好500万真的会太多吗 还是觉得太少了呢 针对海基会 董事长郑文贊涉摊500万元交保 总统赖清德他就说话了 他说不分党派不问何人 只要涉及非法检调都要查 而且误网误纵 更强调说要打炸扫黑 速摊是政府目前重要的工作 不分党派 不问何人 只要涉及非法 检调都应该查办 误网误纵 打炸扫黑 速摊是目前 政府重要的工作 目的是要 维护国家的生存发展 社会的安定 以及回应人民深刻的期待 不得不然 针对我们来关心的 海基会董事长郑文贊涉嫌犯了 贪污制罪等条例 今天凌晨收押这个深压禁件 业立委呢 谢龙介认为说 诶 侦办郑文贊是赖清德 是以杀鸡儆猴的方式立威吗 政坛也将掀起一番心风邪雨 不过对于说能够严查 严办吗 官商的勾结立场 也要对赖清德给予肯定 以照赖清德的个性 我想办了郑文贊 我们要给鼓励 之前我就说过 他一定会立威 包括整个后续 对于所有政坛上面 也许会掀起一番的心风血雨 所以台南市 把整个市长出选 已经开始一大堆的靠边站 那在这个派系的争斗之下 加上这个对郑文贊的杀鸡儆猴 这派系里面就会更凝聚 敢挑战赖清德的人会越来越少 不过对于所有官商勾结的事情 能够严查严办 我们还是要给他肯定按一个账 好我们来看到前桃园市长海基会 董事长郑文贊 一涉嫌贪污遭压 对此信任的桃园市长张三珍表示 根据他了解 地检署已经追查这个案子一阵子了 而市府同仁也很配合 主要是桃园的华雅工业需要拓展土地 旁边有块墓地 本来市府要做的是虚断征收 但是郑文贊只是要给地主自行的重划 张岸正说这样的情况比较少见 可能检调想要介入了解的事情是这件事情 关于郑文贊前市长设案的事情 其实过去一阵子 我们市政府的同仁 不管是这个地检署的约谈 或是调阅资料 我们其实都自己的配合 那么现在已经正式对外公开这个案子 我们希望说这个案子能够无往无众 早日水后释出 谢谢 市长目前是讲说 好像是有关于公务工业区的扩地案子 关于这个华雅工业区要扩展土地的事情 扩展土地旁边的土地呢 有一块是这个赫山市的大部分是陆地 那么所以这个案子 先前市政府的态度 应该是要用区断征收 不过其中有一块地 正式上只是说 要让这个地区自己去做策划 这个对于整个土地的征收来讲 是比较少见的做法 所以大概这个是 我了解检票那边 想要进一个了解的项目 那这个公务的扩地案 它目前的进度是在哪里 目前是卡住的 目前并没有进展 目前并没有进展 我想前一阵子就刚才讲了说 因为有一部分要做区断征收 正式上只是有一块 要给这个业者自己去做这个重划 所以做法 就是这部分变成卡住 并没有进展 我刚刚这个地方 我们说那边之前 它已经送到内建部 是的 在内建部里面并没有进展 身为海基会董事长 郑文灿一世 在科技园区土地扩担案当中收惠 而在生日当天遭到检调生压 而随后法院裁定 五百万元交保 台湾市医院林涛认为说 检调特地选在 郑文灿当天出手 这根本就是杀人猪心 刀刀剑骨 让这位曾经意气风发的东宫太子 受到最大侮辱 但是郑文灿摄入的弊案 恐怕不止这样 林涛还透露说 有在地人士证实 过去许多郑文灿涉滩的传闻 这都不是空穴来风的故事 而是铁针针的事实 基本上今天是郑文灿的生日 会选在这一天出手 完全是杀人猪心 他给你最大的恐惧感 他给你最大的压力 我们在讲你以前是东宫太子 然后你被小英捧在手心 是小英南海的第一号人物 然后你有桃园八年 给你这么大的资源跟空间 来做发展 这过去八年没人检验他 所以就是害了他 然后害他现在要深陷铃鱼 一个海济会董事长不是很可笑吗 你被限制出海出境 然后你要当海济会董事长 你被关在家里 你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侮辱 我觉得现在看起来 在生日的当天传他 他只有很大的可能 因为今天不管是赖清德 他要立威 他要杀鸡井猴 他整个给你砍下去 他完全不在管你 没有在开玩笑的 他砍下去 或是今天是牵涉 你们新潮流的南流跟北流 砍砍砂砂 刀刀剑骨 每一刀都深重要害 不管是哪一种可能性 还是你其实在 我们讲的媒体现在报导 你涉入这个案情 有收受回扣的状况 这三个其一 都要有一个 如果你没有做 你是没有被抓到小辫子 可是因为你真正 涉入这个案子 你被抓到小辫子 在我出来之前 我问了几个桃园在地的人士 跟龟山 跟台树 跟很多地方关系 都很熟的人 他说这些报导不是故事 是事实 这些报导不是故事 是事实 代表在地的人 根本就知道你在玩什么嘛 巴德农地草地 弊岸观音草踏航空城 加这个桃园区 这个小快溪的重画区 加这一支华雅哥旁边的 九公顷的 师范重画区 你郑文燦 你还要涉入多少的土地的问题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 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 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1个小时 2个小时 2个小时 2个小时